几个球拉的力度上转的都不错 现在黄老师都没有封挡住 如果假如是黄老师要封挡住的话 那他第二把就很难打了 黄老师刚刚的一个发球 发掉失误 可惜了一些 这应该是个机会球 球又高还长 李徐自己也感觉有点遗憾 这个机会要把握住 就是一比一 吃球了 黄老师的发球 我身下来跟他聊 他有二十多种 二十多种 二十多种变化 你看着球很接近 但实际真正的控制 还在黄老师手上 他随便一个变化 这球就结束了 观众朋友 您这里看到的是大秦高手 挑战素有东鞋黄老鞋之称的 可以说是全世界业余拼弹的高手了 黄建江 现在进行第三局 第二局是一个机会 机会 但没有把握住 现在是0比2了 落后 现在也是第二位上场的李旭 这个非常好 他这样你不经意间 为什么叫黄老鞋 你看他球打的 他球发的鞋 他能给你的打光鞋 或者球的落点都非常的鞋 防不上防下 你觉得感觉不应该是这样的 但他就跟那个出来了 所以他成为业余的高手 竟出奇招 而且变幻莫测 让对手摸不着头脑 高手就是高手 黄老鞋就是黄老鞋 你看 球非常好 反而李旭接的球也非常好了 他发球 他直接没有戳 直接就推下来了 但他一个摸鞋线 摸着假的 你都不知道 就输了 丢了这个分 在还没有搞清楚 发生了什么状况的时候 二百六落后 这跟黄老师打球 尤其在业余里 这个比分落后得非常快 而且黄老师带来了自己的教练 教练人员 他坐着那个 戴眼镜那个 是 这个南通的 也是博平网上的一个站长 来到大庆 来给他做指导 黄老师是九岁的时候 跟着当时的一股乒乓热的风潮 开始接触的乒乓球 一直是学到了十六岁 之后 从十六岁之后 他就是下乡来到了黑龙江建设兵团 一待就是十九年 可以说黑龙江也是他的第二个故乡了 下乡的时候在咱们黑龙江保青县 和我们也是算半个老乡了 半个老乡 下乡到保青的时候 那时候都对平网球指着 也是偷偷地学 有着回北京就跟你学去 没错 八五年回京了 白石学艺 就这么刻苦训练 终于最后练成了一身功夫 九阴白骨照 黄老师 确实是名不虚传 球真漂亮 而且黄老师走到全国各地 因为去年我在一个郊州产生 全国各地的这些平凡球爱荷者 见到黄老师 都对他非常地崇拜 纷纷跟他握手照相留念 又三比零 这个挑战落马 前两名选手没有完成任务 看看接下来这三名选手 哪名能够战胜黄老师 最有希望的就是原来的关心 农村信用社 营业网点遍布城乡 资金结算 渠道畅通便捷 存款全国通存通队 省内异地存取款 不收手续费 存款到信和 聚财好选择 咨询电话6042301 以正手堂销为卓门兵器 独把江湖的黄老鞋 突然现身带舞 并扬言挑翻大庆乒乓高手 为捍卫百胡之城的乒乓荣誉 大庆平坛五大高手决心迎战 捍卫唯我独尊大擂台 究竟是黄老鞋的弹指神功 能一压群雄 还是大庆群侠奇功妙招 能够击溃黄老鞋 大庆群侠大战黄老鞋 就在直播频道 刚刚上场的两名选手 王赫和李旭 都是败在了黄老鞋的 九阴白骨爪和弹指神功的威力之下 接下来上场的叫关心 在咱们大庆业余平坛也是高手 现在第三位选手上场了 他也是一位年轻的选手关心 这位年轻的选手也是比较优秀的 他是咱们大庆园的烧体校 平坛就是专业的 现在也是在咱们大庆工作 左手指板 双面反交 以忽远球为主 而且关心的发球是不错 今天这个挑战下 只有关心和原类有可能取胜 刚才黄老师说了 他说他比较怕着手的 他一看到关心 他说比较怕着手 看这场左右手对战当中 是左撇的胜 还是右手指板胜 球多好 一个多範非常的精彩 你看这个关心就是属于专业 相当于业余力的专业选手 你看他们的回合就多了 明显这个战术应用就看出来了 用什么战术怎么能取胜 就冬倒了 和前两个的打法就不一样了 关心也才是一名86年的一名运动员 从六岁开始就在隋花体校打球了 十一岁是在我们大庆体校打球 十六岁在福建厦门体工大队去打球 二十岁退一回到我们大庆 一直是一名专业的运动员 漂亮 多好的球 回合非常多 在这种球就看着 黄建坚老师 这个球的落点的长端 这个高调的端打 这种结合 刚才的球打得速度比较快了 年轻同志跟不上了 老同志还没事 我私下里问过黄老师 他说要跟专业选手 他就使用高脚度要多一些 要跟业余选手他就使政教多一些 以打完为主 你看今天跟关心的比赛 他用高脚相对就多一些 而针对不同的选手有一套自己的方案 他打球非常动脑 而且思路非常清晰 你看这么高球就拉不上 就是他跟高脚磕过去的球 超过你的想象的那么个钻 非常的下沉 黄老师这招数也是抑制对手发挥啊 嗯 中央案件 10比3 关心落后 这一局马上就要结束了 这个没想到比分的能够差别这么大 嗯 所以在国评网 这个中国这个黄老师 知识这么有名 也就因为这个打法特点 这个奇特 出奇之胜 一局接受了 5比11 关心落败 很轻松啊 嗯 这边 现在已经是今天的第三位挑战者 关心来到赛场上 和所有黄老鞋支撑的黄建江 黄老师进行第三场车轮战 好球 关心的球拉的这把球是力量比较大的 好球 非常好 这是反手这个胡娟 所以刚才咱看的话黄老师的这身 这个高强的武功 乒乓机 这个八分他还要到大庆来 大概还要给大家展示更多的这种平方球的记忆 这个黄老师叫这个 就是这样的像黄老师这样的高手来到大庆了 跟我们大庆的高手进行交流 让我们大庆的高手增长球技 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这个四个选手包括这个东鞋 还有咱们大庆的这个北怪 这个这个王春富 王春富这打法呢和这黄老鞋又不一样 但王春富他这个高胶呢是以这中阳台这个磕球和磕球为主 他也是被称为这个世界第一渣呀 他其中在他打球上是相当于那种球魔和球癌的这样 自以自费背着包走遍中国闯荡世界 就为了对平方球这种追求和一种理想 所以经过短短十年从不会打球到十年 现在能成就一个北怪的称号 也不容易 也是自己闭关修炼了十年 这个渣的打法 而且这个 这个他这次的承办的 这次这个第八届这个全国长教大会啊 应该说也是在当大庆也是首创 也是他引进的 引进的 包括这个王春富对咱们大庆的业余平方 觉得贡献也非常大 一开始呢 吸纳的很多的这个优秀的运动员 到大庆来参加这个业余平方球赛事 也推动了大庆平方球这个体育的发展 再是自己呢 也亲自参与 这个还走出去 领了大庆那些业余的高手啊 每年出去参加全国的各类比赛 每年他都要走出去 来往那再请进来 非常非常好 这次这个长教大会 应该是这是今年咱们大庆最大的一个平方球看点 因为都是业余的 他是两个高教带一个反教 三个人打团体 这样的话在全国来的都各个省里的都前几名 各省各个地市的前几名 在一起结束了这个球衣 应该说非常有看透 希望咱们大庆的这个各个俱乐部啊 还有各个业余爱好者啊 到时候踊跃报名 他这个这个赛会我了解一下的 不是说你想报就报 各省给指标 要不然他不控制指标 来的人呢 包括持续行李接待不了 现在咱们这个作举办方的话 那相对来名额啊 就要宽充很多 也希望业余这个爱打长交的 和愿意和长交打的这些呢 多缠一缠这个这个这个三世 因为这个三世是来自于全国 来自于这个世界 还有些国家来 你很难能遇得到 所以这种长交打法 各有各的打法 各有各的套路都不一样 和各种选手切磋各种武艺啊 对 哎好一个 关系你啊 他十与八领先 两个两个两个这小小局点 他能不能把握中 哎好 一比一 好 终于扒回局 哎 不会是专业的学手啊 刚才是八比四 四比八落后 嗯 连得了七分 非常地不容易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为自己争得了一个生存的机会 一个转身呢 这球非常有特点 一个直线 斜线 一个转身 打得非常潇洒 63岁的老人 打这么潇洒的球 这点落得长短 高脚磕得非常短 回头完了 但是给你挤一个长鞋鞋线 关心豆腐 难以招架呢 没法适应了 你刚才看这发的球 觉得很平常 没有那么钻实的 但你看关心拉起就拉起 就比较困难 使得非常钻 我确实很难以想象啊 黄老师这么多年 都是自己一个人 在学习 在自己修炼啊 都是自学成才的 嗯 他非常转 对朋友就投了 吉他的热情 完全没有受过 专业的训练 现在的球技这么高超 现在 关心1比7落后 现在要碾到4比7 看看这局有没有用 再反弹 再追上来 刚才黄老师一个战术 一个战术运用 成功了 得了一分8比4领线 嗯 现在又是将比分拉开了 龙老师啊 你觉得关心 想和这个黄老师啊 对战 或者说他想将这个比分 再追上来 一些的话 他应该改变 或增加一些 什么样的打法 他必须啊 再把这个拉球啊 再结合一下 以掉拉为主 而且这个 要控制住 最好的这个发球 因为黄老师的发球 变化比较多 现在5比10落后呢 接受 第三局接受 嗯 这局你看 黄老师这个战术 整个就改变了 嗯 和第二个 针对不一样的选手 不一样的选手 改变了 马上第三局就取得了生命 江还是老的了 老江湖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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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这场由大清的高手关心 对战黄老邪的比赛 现在关心是1比2路后 进行了第四局 看看关心作为一个大清业余高手 用什么办法 把这局搬回来 这样去打到决胜局 但现在看着黄老师 始终压着关心的反手打 不给关心的正手 始终顶着反手打 你看这球你看得挺慢 还挺高 但是太做了超乎你的想象 你要在电视里看 或包括在现场看 你觉得就没有什么这么高 怎么能够出现失误呢 是啊 但你要真的你要上线上上打 你就知道这种球的可怕了 超乎你的想象 让看的人啊 不知道其中的奥秘 只有亲身 神经其境的时候 才知道他的巨大威力 他求得不可思议 他知道这个黄老邪的邪性 知道九阴百股掌的厉害 名不及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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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啊快慢结合 这个张词有度 看着老同志这个风格 打法多变 灵活自如 好轻 你看一个高胶一个小梯拉 回头这么一拉 他可以给你打回头 这暂时运动得非常合理 也非常突然 眼睛没有准备